上的这一条线就是小长经的经络寻清线路,小长经上有十九个学位,均为双学,左右各一,共三十八个,不过最容易堵塞的就是三个学位,后夕学,天宗学,间真学,因此搞定这三个学位,基本上就能搞定颈椎病,间周炎,落枕,颈椎病患者的福音,后夕学,一,后夕学的位置,后夕学比较好找。 握拳时在第五手掌与手指尖关节后,可用另一手十指点揉,而后夕学的作用,如果有颈椎,肩甲极坏或小长受害严重者,暗揉此学一到三分钟可有明显的痛感,一般当次暗揉痛感就会减轻,平时呢,也可以这样来刺激一下后夕学,后夕学还是八脉教会学之一,与多脉相通, 所以经常刺激此学,还可以保护凉气,提高机体抗病能力,间谨急患之人必按,天宗学,一,天宗学的位置,天宗学在后备,所以探查需要人帮忙,备按着正座位,上身坐直放松,竖着用掌根按流肩胛骨下窝中央,肩胛骨是一块到三角形的骨头,轮过清晰。 二天宗学的作用,有监禁急患之人,此处会有强烈的痛感,并向四周放散,有时候,一直下去,会让人类流满面,那酸爽,但,此时一定要忍住疼痛坚持疏力疏力,气脉畅痛后痛感即会消失。 另外,现如今大多数人吞噬含粮之品,连大冬天的也不放过,小肠经很容易饥寒,这种情况可以在天宗学处八冠流冠十分钟,如果颜色黑子,说明小肠经有寒,应该及时将内寒驱除,以免之后形成病葬,所以,不要偷懒哦,在此处进行保管术,八两天,卸一天,制颜色消退杯子, 降血压,聊肩头,肩针学,一,肩针学的位置,肩总学还有一个好朋友,肩针学,是肩不疼痛的首要学位,探查肩针学也需由他人帮助,用对侧的手操作,即左手置于右肩,右手置于左肩,其余四指置于肩关节上,用拇指钉二叶后重臂,上一寸处就是肩针学,多数人此处有节节, 此时忍住疼痛坚持暗柔五分钟,三到五日后节节就会消散,二,肩针学的作用,肩针学是小肠经的常见堵塞点,随时探查可以知晓经络的畅通情况,此处持续不通,逐渐影响局部的气血不散,久而久之则已发紧肩痛,因此肩针学是肩不疼痛的首选学位, 而且根据日本已故针灸大师则田建的经验,此学有较血压的作用,则田大师常以坚针学为主学高血压, 肖长经这下探查,疏通时间下午一到三点钟,按揉后夕学,天宗学,点揉坚针学探查,如有疼痛,可在痛点初点,按揉五分钟, 下面要说起的两个学位,都不在小肠经上,但是都与小肠经有关,爱就观圆学,增加小肠热度, 一,观圆学的位置,观圆学,度系下三寸四指宽,二增加小肠热度的原因,小肠又称是肠,我们也把爱帮助人的人,称为热心肠, 看来这小肠与心还真有些关系,没错,在经络学上来说,心与小肠为表与关系,心输羊,输火,那心和肠都应该是热的, 现代医学也有研究证实,小肠是轮体最大的消化器官,里面有各种消化酶,这些酶是食物进行化学反应的催化镜酶, 小肠工作好坏,取决于肠道内的温度,最佳温度为37度,温度过低就会降低消化酶的工作效率,而影响营养的吸收,并产生额外的化学产物, 前面也说到,现在日门下肩谈量直接导致肠内温度下降,小肠经在肩胛部巡行,而寒煮收饮,肩胛部的气势运行受到了影响, 引起肩关节僵硬,很多年轻人不明此理,还以为是运动量不够所致,于是有空一头扎进健身房,直到一身大汗才停下来, 紧接着就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冷饮,以为锻炼到位了,但其实是形成恶性循环,所以想要保持小肠的热度,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,如果小肠温度过低,慢慢影响到心, 身体的动能就会不足,看什么都不阳光,甚至成为抑郁症的诱因,三,官员学的作用,官员学是小肠的墓穴, 爱有官员学可以将热能补充到肠道,恢复小肠的热度,同时培员顾本,补一下胶,如果有手脚冰凉,小肤冷痛, 胶酸怕冷,小便心肠,大便心息,顽骨不滑,舌蛋抬半,麦晨曦等养需不足的症状,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, 每日晨起爱酒,官员学10到30分钟,每日爱酒一次,待到身体状况转好,爱酒官员学,2到3分钟全腹肌有热感, 热感能持续1到2个小时,视为正常,便可以停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